山西和陕西的面照不太好吃 你们觉得 这就是剃尖嘛 是吧 太牛了 这跟表演一样 我想问一下山西的朋友们 你们是不吃米饭吗 这中午是一定得午休吗 我在山西 每次都是一桌子菜 最后是饿着肚子出来 下楼还得吃个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受 今儿到凡羊了 晒着太阳打中午的 跑到这个老田剃尖 我今儿一定要把它吃了 贾尚科是吃着这东西长大的 我给你们讲 我们继续叠面 第二次俩老兄弟们 终于开门了 只卖中午 超级火 我都看到多少吃 人满满当当的 在这点是吧 我看着不错呀 这就是里边 现场剃尖 现场做的那面 做好了端出来 一碗一碗的 老板专门让我进来拍一下 这就是剃尖嘛 是吧 对 看看这怎么剃 是这样 这挺方便 这是个技术活 这一般人搞不了 有两个来一小 这个面盒的就是水比较多比较稀 是吧 太牛了 这跟表演一样 这就是提尖面 面盒的比较稀 你看 太好吃了 这鱼多少钱 一块一条 那都来一条吧 这鱼挺酥的 炖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多少钱一份 大份就卖一份 红盖就七块 挺便宜 谢谢谢谢 本地人喝什么酒呀 小瓶这个 焚羊王 呵呵 来喝酒今儿喝个这儿 焚羊王 本地人推荐的是红盖和这个焚羊王 天天喝焚酒 试一下这焚羊王 哇就会一炸出来 可惜没有了 喝里杯拿就要喝了 妈呀 这全是喝酒的 这边肉吃主食喝酒 你知道 行了剩下的你们分 这就是咱今儿的下酒餐 人类寒酸 喝酒这一个就够了 这杂巴味嘛 人家五文三十头 蘸着酱油都能喝 咱这太奢侈了 咱先喝一口 喝透了咱再吃面 喝惯了很久还是很久 我们平时喝五十三度 它是低育的 这还最平坏了 你们不喝了吧 你啥表情 没见过这么喝的 没味 一口再不用吃喝这 低头上头我给你加 凉菜 这啥都很不夸 摆下去 真的看看酒饭 清香香其实没啥酒饭 还凑 这是本的货责 盛烧罗贝鱼 老天鸡尖你别看这个小饭 这鱼做比那天那个 大店的还好吃 这鱼才十块钱 这啥鱼价 它是咸鲜在带西红柿软 你们知道大家就是在为这碗鸡尖排队 明白吧 这堆还在那排着呢 我你这碗 把这肉给我吧 小处里不吃肉 好了 你看这这家这面 它是粗细不均匀的 是这种各位 我都要看看这有多好吃 这里边其实就是 爬酱 然后盖着土豆 盖着什么莲花白 在山西和陕西的面倒是蛮好吃的 你们觉得 我们陕西人跟山西人不争 我们这有勤劲之好 这上千年了 这面很香 你真能吃到那个麦香 调味偏淡 喝算什么 这实际上最好的就是这饭 饭里边最好的就是这面 面里边最好的就是这饭 面里边最好的就是这饭 好吃 大姨看你吃的都香的 把这个辣椒拌到里头 略有点淡这个味 是吧 还有那个黄辣椒 红辣椒红辣椒 辣椒面不是流口辣椒 这个提交才是过瘾的提交 试一下 味道升华了 必须得有这辣椒 太辣了 三些辣椒吧 喝酒鲜辣 我发现本地人都饱着吃的 能把这料包到嘴里 来山西吃面 咋的没吐 各位 来上一点 不讲 知道吧 山西不天涯第一 我早就听说山前炒凉菜一绝 这个一吃真不醇 它凉菜味道很淡 跟陕客一样 特别吃喝下酒 不是双白凉菜那种 它是红油 这第一件是啥 叫六温水 四温面 它其实调出来是一碗酥 水温也很重要 冬天要是夏天要冷 春秋要温 全都讲究 你们来山西一定要吃素 我最喜欢的导演贾张科 就是樊杨人 我估计贾张科假导 从小也是吃的吃一家长大 贾张科的故乡三部曲 小五 站台跟逍遥 贾导 刘贾塔 拿出来 这九块碗全是我一个人的 敬贾导 敬山西 敬中国电影 咱们继续点面 走